谢谢光临 谢谢光临 你刚才抱的时候怎么了 没怎么 胡说有点奇怪 没有 你怎么 感谢观看 重琪 你过来 重琪 我们买灯笼回家吧 多好看呀 把这些灯笼挂到家里去 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的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种灯笼 中国多的事 你就是没见过吧 回去吧 这种灯笼回家吧 林若云 这个给你 我要你成命百岁 送给你 我要你把我永远撞在你心里 你把我永远撞在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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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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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邵卿寄了一大笔款子 哦 邵卿到底是个知理的孩子 好 好啊 对了 韵连跟大兴呢 人现在正好在上海 你叫他们俩呢 到你正宫伯伯的坟上去祭拜一下 哦 然后呢 再去当面谢谢邵卿 再告诉邵卿 我希望两家呢 从此能够有个好的开始 啊好的 苏颖啊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几句话 想跟博星单独说说 妈妈 博星啊 哎 啊 爹的身体啊 是越来越不济了 这个家 这就交给你了 那 这钥匙 是天一阁的钥匙 以后 就交给你来掌管了 还有那个是到天一村去的地图 地图 嗯 那是咱们先祖留下来的一个避难所 天一阁 天一阁要是真有了什么难处 你可以尽数地把所有的书都运到那儿去 可保一时的平安 啊 那天一村在哪儿呢 别急 爹会带你去一趟的 这地图你可千万得收好了啊 连自己的妻子兄弟都不能轻易告知 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还有一笔钱呢 是咱们天一阁的救命钱 不到绝对必要的时候 不能动用 你呢 那是咱们范家的长子啊 爹知道 你是一个散淡的人 爹呢 本来也不想给你过多的压力 过多的负担 可且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托给你的 等爹精神好一点以后呢 再跟你说些详细的事吧 柏青啊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丢书的事吗 怎么 算了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季鸿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有没有在上海好好地念书啊 他还好吧 哦 现在咱们范家就剩下你们两兄弟了 时局又这么乱 我看 要是实在不行就叫他回来吧 在家里头守着啊 总是比较妥当一点 啊 哎 爹是老了 就容易担惊受怕的 真是老了 明尼 刚才 对不起 我不该乱发脾气 有很多事情 我一直都不敢触碰 我怕伤害了你 哪怕是一点点伤害 你说过 奇迹早晚是会发生 你就是发生在我眼前的奇迹 可我要常常怀疑 自己对你的诚心 我过去 你不要这么说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 我在意我们的未来 你也永远不会伤害我 除非你要离开我 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说啊 我想离开一两天 去哪儿 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想回趟家 家 去吧 去吧 只要你回来 我答应你 我一定回来 我会等你 每天在教堂对面的红墙下 每天在教堂对面的红墙下 等你回来 我们就去结婚 是吗 是不是面包不好吃 你 你可能还是不习惯吃西餐 我们下回不吃了 嗯 没有 面包很好 好吃就多吃点 你今天还要赶路呢 你你 少喝点稀饭 你现在都在外面拽 这吃多了肚子炸了 不方便 我走 走 留病 我说isten 这吃多了肚子炸了 不腻 不腻 有个臭 我刚才遣着 我做五剚子炸了 我正在想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你怎么坐在这 有烟吗 哎有 你还抽烟啊 你 老爺您没事吧 好久没抽烟了 上一回 还是和淑海一块抽的 可是他现在不在了 都不在了 我常常在想 这些孩子 要是没生在范家 那就好了 他们就都能平平安安 像你一样 过一辈子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有什么好 我整天骑这么个破玩意 跑东家跑西家的 要是送个好信 没准还能混完糖水喝 要是送个坏消息的话 没准哪天就让人 用桥树棒子给打出来了 好像都是我给送起的晦气似的 哎 范伯伯 我听我娘说 人上了年纪 容易冷情 你以后要冷情了 你就叫我一声 我陪你说说话 不过我也知道 你满肚子都是学问 我什么也不懂 人又笨 估计也没什么用 笨 打枪一点也不笨 范 笨 你让她没冥想 当初 我要是对舒涵再好一点 她也不会带着若云跑了 也许现在啊 连孩子都有吧 其实几个孩子里呀 我最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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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少爷干吗那么客气 你别客气了 留步吧 别送了别送了 好 我送了 敏仪 今天又向了两个 到底是天一犯家 门庭若市的 你就别笑话我了 这都是家里的安排 我只是应付而已 还挺累的 亏我还给你介绍了几个 你眼光也太高了吧 难怪一个也选不上 敏仪 你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相亲不是我的意思 是娘的意思 是为了给爹冲喜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 我想 等相完了亲 没有合适的 娘自然会问我的意思 到时候 我会抓住时机 跟娘说 说什么 说我们俩的事 我们俩 我们俩 什么事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敏仪 敏仪 你到底要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 人家心里不痛快 出来走走还不行啊 就是出来走走 是啊 走走 看看哪个倒霉大不顺眼 打一顿出出气 你看你 你还是要惹事 我就知道你这脾气啊 一生气就想找谁去出气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了 你还教训我 你不喜欢我这脾气 那 那些个什么什么的 一个个低眉顺眼的 你干吗还挑肥俭设 我没一个选得上的 瞧你 又帮我说回来了 咱们别在大街上吵架好吗 我们回去吧 你别再惹事了 本来家里的事 就快让我心烦的了 你就别再填乱了 回去 跟你回去 对 万博欣你是我什么人啊 咱们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这两个人 两天 带着几个女的到我那儿去提亲 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 你心里有话 你就照直说 别绕着圈子折磨我好吗 女人心里有话不是用嘴巴讲的 是 是让你们 你读了那么多书 一肚子的稻草 我懒得跟你讲 哎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自己不会看呢 卖身葬亲 看 我因父母双亡 家徒四壁 无法还债 所以啊 卖身来葬父母 哎 我说小姑娘 你那低着头 不让大爷看看你的模样 我怎么买你啊 啊 哈哈 可怜可怜 你心情为了爹地 来了来 抬起头了 抬起头了 大爷看看 对的 你再不抬我们不买了啊 对啊 来来来来 对对 啊 来来来来 啊 嗯 哎呦 啊 哎呦 哎呦 来来来 抬起来 抬起来 看看 哎 不要害羞 抬起来大爷 我就买你了 漂亮 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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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哎 不要害羞 哎 对对对 抬起来 再抬 哎呦 哎呦 这模样还真做着的 你看这眼睛 要水灵啊 耳朵 来来来 笑一个 笑一个 我们就把你买了 笑一个让大爷乐乐 我就把你买了 哎哈哈 哎 笑一个 下架上绕席啊 你看看 就是那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凭什么欺负人 哪来的野丫头 你 你 哎呦 我就是个野丫头 真打赖皮狗的野丫头 狗 我还就是狗 还咬人呢 我看你这混蛋 你咬下活了 你 哎 哎呀 哎呀 就你给我杀 干嘛我们老子 走 啊 啊 闭仔 哎 闭仔 闭仔 让一下 阿敏一 不要打人 有话好好说嘛 说什么说 这种无赖 听不懂人话的 我打 别别别 哎 闭仔 打他 哎 别别 别 闭银快跑 打 打 打 闭银快跑 打 st 等等 你们这样有谁吗 你谁啊 我 姓姜 姓姜 姓姜怎么了 怎么了 江府的 大小姐 这个你黑龙会的 江先生啊 怪不得 就是 对 江小姐 你真的是江先生的大小姐 你们哪条道上呢 胆子不小连我都敢打 大哥 管她是姓姜的还是姓蒜的 招打 闭嘴了 江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江小姐 哎呀 大小姐 你还好吗 对不起 吵了我们江小姐 学习了 跟范先生道歉 不不不不 何伟贵何伟贵 不要伤了何伟贵 还有那个小姑娘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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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好算了算了算了 快过来 来 起来 别怕 有我在没人敢欺负 你知道吗 你叫什么 我叫瑞姐 瑞姐 念在你一篇孝心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 回家 是啊 回家 天一阁范家 看来我可能要在那儿常住下去了 正好需要个伴 范家 怎么你不愿意吗 放心 你爹娘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愿意 那好 咱们走 范薄金 走 哎 免疫 你刚才说 回家 是啊 回家 走 快去 走 走 我走 对不起 你走 露傑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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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不愿意 是 看什么气 薄青成家我很安心呢 这江家的小姐 看起来也是能持家的人 做事也挺干脸 我现在精神好多了 苏颖 过几天 我想带你和薄青 到乡下去一趟 乡下 这个乡下不是宁波的乡下 是天一村 天一村 这是我们范家的一个秘密啊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当天一阁有灾的时候 就可以把书全都运到那儿去藏起来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 连我也是年轻的时候 爹就带我去过那么一回啊 这么范家的每一代手术人 到了晚年知道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 才能够带着夫人还有长子去 去 也算是认路 也算是交代后事 可是家里怎么办 润莲和大清 又要去上海 你忘了 你忘了 咱们家现在有了一个能干的媳妇了 咱们就辛苦敏仪 在家多守两天吧 按例 她还不能到田一村去 要去 也得等薄青带的儿子去的时候 一块去 一块去 我怎么过去 我怎么过去 回家 会怎么过去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你们回家 你们回家吧 又说什么呢 回家 我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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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我要过去 不可以 我要回家 回家也不行 现在快要打仗了 不能过去 金虹金虹 跟你说过了不行 那是我弟弟我要找他 你弟弟也不行 那我怎么能过去 去报名参加当兵 当兵就可以过去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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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哎我想报名参军 哎朋友 麻烦你个事怎么了 我要找个人 犯记活啊 来来帮我给他们好吗 谢谢 来 兄弟们小心点啊 小心点了 就这样 我直接参了军 跑到了战场上 可我 不是为了去打仗的 我是为了 去找到我的弟弟 季红 我 我 是 我没有回到明里的身边 去赴我们的约定 虽然我知道 他在等着我 一直在等 可是 我别无选择 战争 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季红 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季红 明尼 留在了孤岛一样的上海 也没有等到我 我们约定的那面红墙 像是有记忆一样 目睹着 他的等待 这一场 突如其来的战争 反而使我稳定了下来 我开始 冷静地思索起自己的生命 自己生命中的 种种变化 有的时候 我会想到明尼 想到 他在上海等待着我 你老家哪儿的 我是湖北人 浙江 浙江 太巧了 我有个亲戚也是浙江的 你浙江哪儿的 宁布 宁布 不会这么巧吧 我那个亲戚也是宁布的 宁布你住哪儿啊 我去过的 天一阁 天一阁 寺庙啊 武陵人 捕鱼为业 圆熙行 往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岭 夹岸数百步 终无杂数 芳草鲜美 洛草鲜美 洛鹰缤 沙鲜美 山游良铁美池 桑竹枝肃 俗 有的时候 我也会想到我的家 想到父亲 母亲 还有天一阁 华 你唸什么呢啊唸什么呢 我在 桃花园记 桃花什么 桃花园记 桃花园记 是 是桃渊明的一篇文章 可我更多的时候 还是想着 要找到季红 我隐约中有些不安 因为我的出现 总是会带来灾难 就这样 明尼一日又一日地等待着我的出现 而我一日又一日地等待着季红的出现 我们就这样 错过了 谢谢大家 我 我 感谢观看 哎叔啊嗯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难道就是为了找你弟弟啊 你呢 我 我不知道反正是稀里糊涂的参了军 哎叔啊这下好了有学生兵来支援咱们了 听说今天晚上有一场大的战役 学生兵对呀 季虎 哎你干嘛呀 我弟弟的下面 我先去看看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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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下去 季虹 季虹 三哥 季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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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代我回 演一歌 在那场战斗中 季虹 死在了我的怀里 他最后只和我说了一句话 要我带他 回天一刻 我看你 自己来的 很久不见 你 对 你